文化大学在台湾的棒球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来自于许多人的无私奉献 今年荣获日本政府颁授旭日小寿章 成为首位以非运动员身份推动棒球运动受勋者的彭承昊先生 绝对是功劳最大的一位幕后推动者 而被誉为中华队火球男 在2019年雅锦赛荣获MVP的文大棒球队选手刘志荣 即将赴美加入波士顿红瓦队进军美国职棒 中国文化大学徐兴庆校长特别颁证两人纪念奖座 表彰两人对棒球的付出 感谢他们荣耀文大 文大徐兴庆校长指出 彭学长这个绝对是功劳最大的一位幕后的推动者 彭董他很低调 他不太这个讲他过去的一些事情 我其实都是从很多校友里面去听到的 到现在彭董已经捐了两亿了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那一份心对于我们文化大学发展棒球的那份热爱的心 那么推移到全中华民国棒球的发展 一直到亚洲的发展 一直到让全亚洲的人 甚至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台湾的棒球的发展 这个当然我们站在文化大学的立场 是很高很高的一个荣耀 中华民国的棒球史的发展 在想在看在做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会去想到文化大学 这就是我们文化大学最高的一个荣誉 文化大学不管是势力功利 文化大学就是我的母校 我就非常的支持文化大学 希望我们的所有选手能够继续努力 我很开心能够进来文化这个大家庭 在这里两年半 前两年自己其实对学校的贡献很有限 因为自己身体状况其实一直没有很好 然后我很谢谢教练 相信我对自己的控管能力 然后让我能够在外突破自己 然后回来帮助学校 甚至让自己成绩能够更好 那我忍谢教练他们的信任 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合约 那出国之后 我也不会忘记我前一年的这份努力 然后我也继续保持对棒球的热爱 然后让美国更多人知道 我是来自台湾 来自文化大学 谢谢大家